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你要靠直接那些八个参数的转换 你要绕着这个中心转 另外一种拍法是这样子 你可以有一个架这样长的手臂 然后的脚架 然后你把相机放在上面 可能隔一段距离移动一下这样子 然后以不同的半径 然后绕一圈再拍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相机并不是朝着外面 你相机是朝着这个手臂的这个 这一根手臂的垂直方向 所以用这样方式拍的话 你可以拍出什么样的结果 拍出什么样的环场影像 会是像这样子 因为你是绕着半径的垂直方向拍 所以你拍出去的方向 可能就是像这边箭头画的 朝这个方向拍 然后你绕了一圈 所以你绕了一圈之后呢 你收集到的是什么 收集到的是从每一个这个切线方向呢 看到 看出去看到的那个风景的长相是什么样子 所以假设外面这一圈呢 对应到的是这一张影像的话 因为你拍了一圈 但是你可以每一张照片呢 都直取中间的一小部分 然后你把它通通接在一起之后呢 这一长条就是照片呢 就是绕这边一圈之后呢 拍出来的 可以想象吗 就是对于这每一个圆周来说 你可以拍到一整圈的照片 然后看到东西就是沿着圆周走的时候 切线方向看出去的景色 那有了这样子 假设我收集了大N张这样的照片之后 N加一张 从零开始是不是 那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如果说在这个最大的那一圈圆的范围内 就是你相机可以一直往外面移嘛 移到最外面这一圈 然后这个拍出来的那个范围内呢 我随便站在某个位置 然后朝向某个方向去看 那这时候譬如说这边画出来的 我站在P这个位置 然后我朝这个方向看 那你看到的资讯呢 有没有办法靠这几张当时拍到的照片 把它凑出来 这是这边试着要做的事情 那你会发现说 如果你想要这样看 往这个方向看的话呢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这条绿色的线呢 其实当时是由谁收集到的 你就把它看看它切线在哪一个圆 切线在这个圆的话呢 你知道说它是 你应该可以在第CJ这个 这张照片上面 某一个某一条这个像素上面找到 那对应到的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那另外呢 朝另外一个方向看过去的 它应该在哪边收集到 你一样就是看一下 它会切过哪一个圆轴 然后知道它可能在Ci这边找到的 所以就从Ci对应的那条像素呢 把它取出来 那假设说这边 这个照片够多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取到各个方向 然后看它切到哪一个圆轴 然后把对应的地方凑出来 最后就会凑出来一张影像 这张影像呢 是当时没有 没有任何一台相机拍到 因为你这个相机移动 在这个几个位置上移动 并没有移到这个方 可能没有移到这个视角 然后这个位置 可是呢你却可以靠 当时你拍的这几圈照片 去抽出来一张新的照片 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 concentric mosaic做的事情 那所以这个想法是满有趣的 就是变成说你是 其实是取切线方向拍到的东西 然后去拼抽出一张影像 那这样拍的好处是什么 原本如果你是拍的环场 然后你绕着圆形转的话 你最后能够呈现出来的这个 看到的新的画面呢 你就是好像是 你就把 你也是只能绕着某个固定的圆形去转 然后转到不同的视角 看到不同的画面 那但是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你可以得到的效果是 你可以有这种水平方向的移动 除了你绕着圈圈转 可以看到整个环场的景色之外 你可以在定点的地方呢 你就是沿着这个半径 然后前后移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 就是同一个方向看过去 但是呢 这样平行移动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多出来的 等于是你多出 比原本绕着圆形转 多出来的一些合成的效果 因为好像可以这样左看右看 这边可以看到它一边的耳朵 然后移到这边可以看到另外一边的脸 那这是在原本你只是绕圈转的话 得不到的效果 原本绕着同一个圆形转的时候 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呢 你移到这边来看 它还是看到同一面 不会看到另外旁边的景色 那当然你付出的代价就是 你要拍更多的环场 那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是concentric mosaic 可以做到的效果 那当然现在的相机都提供更 更有弹性的这种 这个sweep 就是你要 拿相机就随便这样扫一下 那你可能不用太刻意说 我要绕着某个固定的圆形转 然后也不用刻意说 我要维持一个水平 可能有一点上下移动 但是它会想办法把 那每一条橡树呢把它拼凑起来 然后看起来像是一个环场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后处理 影像处理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我们第二部分要讲的这个 rigid morphing的话 是请大家回去看的那个论文 里面提到的一些方法 主要是这篇论文 就是它要做这个shape interpolation 但是它要维持它的这种钢体的性质 那举例来说的话就是 假设你要从这个雕像变成这个雕像的话 中间过程你希望能够维持这些形状 那不要只是很单纯的把那个手 就只是伸出来或是缩进去而已 然后这个从某个 从上面转下来的时候 你也不希望是直接最短路径 就变成这个结果 而是有真正的这样绕着一个圆形 这样画下来 那这样的话这种变换的过程 会比较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 比较像是符合我们人期待的 所以差别就在于说 如果你是直接用线性的内插的话 可能中间过程就会跑出像这样的 不对的形状 那你如果能够维持它这个形状的 这种钢体的性质的话 它可能就是慢慢的变形 慢慢变形 最后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会希望它能够做底下这样 这个变形 而不是做上面这样的变形 那你可以换个方式说 它就是要做这个list distorting morphing 那这是外形的变形 这是我们希望说连内部这个 一样内部的这些材质呢 都要把它内插出来 所以还是要解决跟刚才前面 我们上一个小时提到的那些做法 就是每一个三角形 转换到同样的坐标位置之后呢 你要把它对应的影像内容 把它平均一下 那当你要把这形状变成形状 然后内部都要变的话 然后里面都有各自的三角化 所以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就是 你要想办法让它的三角化 跟它的三角化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每一个 这边的每一个三角形 在这边都有对应的三角形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 compatible triangulation 那这两个形状呢 是要基于同样的这个三角化的方式 做出来的 那它的演算法是这样 就是先你有两个形状嘛 这左边这右边的 你就各自把它先做三角化 那当然你要先想办法 把这些外框的边界 取出一样数量的点 就是相同数量的点 那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先把 至少外框这个沿着这个边界呢 上面的这些点呢 你先知道它的对应关系 然后再来就用这些边界的点 去做三角化 所以可能它做出来是长这样 它做出来长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把 这些对应关系的三角化呢 把它 假设说我在这边有 ABC三个点相连 在这边的话呢 它却有另外有 ABD三个点相连 那你就要想办法这样 让ABD在这边也把它相连 然后在ABC在另外一个也相连 这样清楚吗 所以各自的三角化结果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三角化 两个三角化结果把它合并起来 就是这里看到的示意图 所以可能其中一个三角化结果是 126是一个三角形 那在这边的话呢 它是126没有这个 并没有构成三角形 所以我们要把这126呢 在这边也要有构成一个三角形 那反过来 165呢 在这边也要有一个三角形 所以最后两个合并在一起的结果 在 在第一个这个多边形里面呢 就会多出一个165 这个三角形 是它原本自己做三角化没有的 那反过来 它这边也会多一个162 162这样的三角形 是它原本没有的 那这样就可以先 先合并两个三角化的结果 那到了这一步之后 你自然就会想到说 这样合在一起的结果 它不会是一个 符合三角化的要求 因为跑出了一堆 奇怪的多边形 然后就是会有这些焦点 所以再来就是要把 这些焦点找出来 那因为你多了一些内部的焦点 本来只有在外框上面 现在多了内部的这些焦点 这些内部的焦点 就是你新的特征点 新的 到时候你新的对应点 那一样就是这些对应点关系 都可以在另外一个深小型里面 另外一个多边形里面找出来 因为你会知道是拿两条 哪两条边 edge交界的地方 所以这个 这边有的 在另外一边也会有 所以它们对应关系都还是维持的 那你就以这些新的点呢 就外部有点 内部也多了一些点出来 重新再做一次三角化 那就可以得到 初步的结果是 两个都做完深小化 那一样又就是要符合这个 deline这个条件 所以你会去把那些边翻转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 可能形状不是太好看的话 你就要把一些太长的edge呢 故意把它切断 就是变得短一点 所以你会在长的edge里面 再多加新的点 那因为两个形状 同时都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它们对应关系还是 还是可以保持下来 那交替着做这个修正这个 翻转这个edge 然后还有把这个edge切断 这样的事情做完之后呢 你的形状就会变得比较平滑 比较规则 所以这是最后它得到的结果 从原本呢 各自呢只有边界的三角化 然后经过这样一点串的操作之后呢 最后会得到这样的三角化结果 就比较密的三角形 然后但是呢 你会知道说 里面的每一个这些三角形的顶点 在另外一个形状都会有对应的 那些顶点 对不起 在另外一个形状都有对应的顶点 那最后就可以得到 我们想要的这个两个形状呢 都有已经做完三角化 然后其实每一个对应的三角 每个三角形都有一个对应的三角形 这是经过前面的那个几个步骤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再来就要探讨说 我如果想要把这个形状变成这个形状的话 我知道里面每一个小三角形 对应到这边的小三角形 它的长相会不一样 那我们虽然说还没有进展到 要把全部三角形一口气通通转过去 至少我们要先会解 其中的任意一个三角形呢 如果我想要知道说 它怎么从目前的这个这样的坐标 变成最后的这样的坐标 到底经过了什么转换 只要先把它解出来 所以我们先来看单一一个三角形要怎么解 那单一一个三角形的话 你要解的问题就是 你在 你有这个P这个三角形 它有三个顶点 然后另外Q这个三角形它有三个顶点 然后它们的对应关系就是 PE对QE这样子对应关系 那我们想要知道说 到底它经过了什么样的转换 A这个转换能够让我从PE转到Q 然后因为三角形的转换 我们之前也看过 就是你用affine transformation 可以描述它的转换关系 那其实就是一个 二乘二矩阵外加这个translation 现在把它拆开来看 那translation的话比较单纯一点 因为它就是整个三角形的整体的这个移动而已 那跟形状变换比较有关系的是 前面这个二乘二的矩阵 因为它可能是做了某一种旋转 或是某一种放大缩小 使得这个P这个三角形变成Q这个三角形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重点放在前面这个 这个矩阵到底应该怎么解出来 那解出来应该不是问题 因为反正你有对应点嘛 你可以把这些参数解出来 但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说 如果我要知道中间的 我要算出中间某个时间点呢 在它从这个形状变成另外一个形状 这过程中的某个时间点 它应该会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那就会一样要把这T这个参数引进来 T的话会是从0到1的时间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知道说 P呢 经过A A现在这个矩阵呢 就会随着时间变化 它在每个不同时间呢 它的长相会稍微不一样 那当你A带T带0的时候 A0的话 这P带进去应该就是它自己 那T如果带1的时候呢 A呢在时间点1的时候呢 应该就要让P呢 直接转成Q 那中间过程的 P的坐标的话 就是用V这个向量来表示 所以VT有每一个时间点T的时候呢 那个P它的位置会跑到哪里 这样目前的问题清楚吗 就是要做什么事情 那所以 我们要想要 想要把这个整个这个VT都解出来 但是到底什么样子的 转换的效果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可以稍微再进一步去定义一下 那这边就列出了一些性质 譬如说你 希望说它这个是对称的 所以你可以两个方向都看 从P变成某个时间的T的时候的样子 你可以反过来 最后它转到Q的地方的时候 你倒退回来Q Q倒退回来到时间T的时候 应该也是要同一个坐标 所以两个方向都要能够做 那再来就是你这旋转呢 跟这放大 你希望它是可以尽量是线性的 然后还有 你不希望有这种翻转的情况 所以原本如果是顺序是 逆时中算它是ABC的话 那过程中怎么变 你也不会出现ACB 这样子的三角形 所以它只能做 没有不能做翻转的这种转换 因为你一旦翻转的话 就会有额外的问题要解决 那就变得更复杂了 所以我们希望它的 所有的这个三角形的变换 都是维持它原本的这个Orientation 就是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的顺序 都是它要保持下来 那再来就是 这个过程中这个点的路径要越简单越好 所以我们刚刚说因为你有带了时间点进来 所以你从这个P的三个顶点变成Q的三个顶点 的过程中呢 你的到底每一个点走的路径是什么 那我们会希望它路径越简单越好 所以至于什么是简单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不同的例子 然后我们去判断说到底什么是比较简单 那现在先看一下 前面这个矩阵呢 要怎么把它解出来 那如果你还记得线性代数里面 有学过这个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说这SVD SVD的话是算什么东西 假设你有一个矩阵 你要去算A transpose A 跟A A transpose 这样呈出来的这个对称矩阵呢 你去算它的I跟Value 然后就会得到 两种这个对角化的结果 所以会有这个VDVtranspose 跟UDUtranspose 这样两个分解的结果 这两个就是算这两个矩阵呢 的I跟Value算出来的 就把它对角化算出来的 这个两个矩阵 然后这两个矩阵 你如果把它沉进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 A其实就会是UDVtranspose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个矩阵A呢 分解成UDVtranspose 其中U跟V都是正交的矩阵 也就是说它的U U乘上Utranspose会等于I U自己呢 它的Transpose就是它的Inverse 那这个刚好就是旋转矩阵的性质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礼拜二有讲过 对不对 正转跟反转 它差别只在那个角度而已 那角度带进去负的之后呢 得到的那个矩阵刚好就是 是Transpose 所以这个旋转矩阵它就是 R inverse等于Rtranspose这样的矩阵 那刚好我们刚刚说的UV就是这样的矩阵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我如果对一个矩阵A做这个SVD的话呢 做Singular Valid Composition的话 出来的这个U跟V 其实就在做两种旋转 等于是做不同的旋转 那假设我们把U叫做这R alpha 然后VTranspose叫做R beta 那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我好像把A呢 做了 拆成这三个动作 本来是只有直接套进一个Transformation 但是我现在可以把它拆解成三个 那第一个做的事情是 做某一种旋转 然后再来呢 中间第一会是一个对角矩阵 这是你这边对角化之后出来的东西 第一这个对角矩阵 长这样的矩阵的话 我们之前在讲Transformation的时候 它是对应到Scaling 对不对 在X方向放大多少 Y方向放大或缩小多少 然后R的话这边 又是另外一个旋转矩阵 所以好像是说 A这个矩阵呢 这个转换做的事情是把P这个点 先做某种旋转 然后在旋转完之后的那一个 坐标系底下呢 去做放大 然后放大完之后再把它转回来 再转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变成是拆成这样三个两个 三个步骤去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一并的去看说 它到底这个Transformation长什么样 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Transformation 但是你可以把它拆解成是 先旋转然后再放大 然后再旋转 所以用这样的观点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可以想说 如果我把某一个转换 拆成这样的形式 然后因为我有P我有Q 我可以解除A到底是什么 这P的坐标知道 对应到另外一个 终点的目标的Q的坐标也知道 我可以解除A是什么 然后我把A呢 分解出这样的三个矩阵之后呢 我就各自的让R这个旋转 变成是线性的 角度是线性的 然后让这个放大 也随着时间做线性的变换 然后这个旋转也是一样 所以我如果想要知道 时间T的时候 这个AT应该长什么样的话 我就用这个旋转矩阵呢 把它把时间的因素放进去 让它角度从某个角度 然后随着时间慢慢增加 增加角度 然后这个S也是一样 从某个大小能慢慢随着T变换 朝着S的目标的大小前进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AT算出来 所以这是一种做法 那但是另外还有一种 可能是这样子 就这边写的 我们刚刚知道说 A做SVD之后 拆成RαDRβ 那如果我把 我故意把这边塞进去一个 Rβ乘上RβTransport的话 因为Rβ它是 跟它的Transport相乘会是等于I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多放进这个的话 跟原来的式子是等4 这是没问题 因为它就是 它Transport等于它的Inverse 所以我们故意加进去I在这边 那目的是为了要把它再拆成两半 一半跟后面拼起来 一半跟前面拼起来 那跟前面拼起来的话 Rα跟Rβ这两个旋转矩阵 乘在一起的意思就是 做了 又是其实一定会是另外一个旋转矩阵 对 相当于说你先转了某个角度 再转某个角度 所以合在一起就是转了 两个合在一起的角度 所以这个是 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叫做Rγ 转成另外一个角度的 就直接也是一个旋转矩阵 只是我一口气把它转出 转到那个我要的角度 而不是拆成这两段分两次转 那后面这里会是什么 后面这边的话它是 它是左右两边乘上去的 都是同一个旋转矩阵 只是刚好是inverse 所以它是转到某个角度之后 然后放大 再把它用同样的角度转回来 那这样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做 做Scaling加Shering 你可以自己去画一个图形 就知道确实会是这样子 就是先转到某个角度之后 然后xy方向放大 然后再转回来 所以譬如说 我们现在有 有一个正方形好了 那你把它转 顺时钟转45度的话 转45度角的话 那应该这条虚线就跑到这边来 所以应该会变成这个形状 转45度的话就变这样子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只放大水平方向 就是这个乘上去的这个 第一呢 你只放大水平方向 然后垂直方向不放大的话 它应该就会变成是 变成是这样子对不对 比较高度一样 那是比较宽 假设水平放大两倍 然后高不要放大的话 就乘上一个对角矩阵 这对角矩阵是2 然后2001 这是乘上2001 所以只有这边放大了两倍 那这时候你再把它转45度角回去 会变什么 就变成一个奇怪的菱形 那那个就是做这个 shearing 然后scaling和在一起 会达到的效果 所以会变成是 跑到这边来的话就是这样子 它应该是变成 虚线还是在45度角 但是长成这样子 那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矩阵呢 得到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一样对它做SVD之后 然后就是MATLAB的程式码是这样的 我把AA做SVD 然后得到RAD跟RB 这是RAB跟Rβ 然后Rβ这个必须要transpose是因为做SVD的话是UDV transpose 所以V transpose我们把它看成是Rβ 那再来前面的Gamma的话呢 就是这个RC 就是它是把RA乘上RB 就是这个叫做RC 就是RGamma 那S的话呢 S的话就是后面这一团 所以是这里 那我们可以把这S 把那个RC呢 它到底是 它的旋转矩阵到底转了多少角度把它求出来 算法就是用这样子去算 因为你知道它的对角线上面呢 有Sine跟Cosine 所以你把它Cosine跟Sine把它相除之后 然后用这个RT去把那个角度算出来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到底RC这个对应的旋转矩阵 它是转了几度 可以求出来 所以你就有角度 然后也有S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可以 把时间的因素放进来 让它渐进的去旋转那个角度 本来是0度 但是你目标角度是θ的角度 然后你把它依照T去把它切成等份之后 然后随着T慢慢增加那个角度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 不同的拆解完之后呢 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内插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假设只是做linear interpolation的话 这个就是把 想办法把三个点的坐标呢 当成直线 然后从某个点变成另外一个点 所以如果你的起点在这里 最后想要变成这样的三角形 然后你有对应点的关系的话 那这一点呢跑到这边来 所以你会画出什么 画出这个三角形 红线这个三角形 它跑到 它的顶点到这里 所以这一段是直线 然后另外一个端点呢 这个端点 它跑到这里来 所以这边 骗到这边也是直线 然后最右边这个端点 跑到底下来 所以从这里呢 跑到这里来也是直线 那你就在这直线上面呢 你依照时间 假设我分成十个 这边分成十段的话 那我就把这一段 把这一条线呢 上面分十等份 然后每等份呢 的点 就是当时那个时间点 它的点 那你画出来 就会像这样的变化 看起来也是 蛮好的 但是 这个过程中就是 每一个点都是 只能沿着那直线在跑而已 三个点沿着直线跑 跑到另外最后一个目标的形状 那这是其中 这是第一种做法 用Linear Interpellation 是这样的变 那这样变的话 在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形状 就已经就变得很狭长 假设你目标是这样的话 那第二种的话呢 是我们刚才用看到的第一种 看到的那种SVD的方式 我分成Rα然后DRβ 随时旋转然后放大再旋转 那我如果让这个旋转的角度呢 随着时间变化 然后另外一个旋转角度 也随着时间变化 所以假设它最后要转了45度 那要分成十分的话 我就是每次转4.5度 那4.5度的话 你就可以构成出 那个4.5度的旋转矩律 该长成那样子 然后中间放大的倍率的话 因为你的D最后 可能是放大某个倍数 那但是原本的大小是I 就是1001 所以你一样把这时间 因素加进来的话 你其实在任何一个时间点T呢 你就是这两个的混合 你放大的程度 就这两个混合 那你慢慢的就会放大到 你最终想要放大的倍率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就是T等于0的时候呢 是用原来的大小 所以你有角度是随着时间变化 然后放大的倍数 也是随着时间变化 然后在另外一个旋转角度 也是随着时间变化 你转出来的过程 就会像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过程中呢 它形状其实都比较 比较像是 维持它的钢体性质 它比较没有去压缩 或者太严重 但是这个缺点是什么 你如果去把它转换的过程 的路径画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 它有一些端点呢 会转了好几圈 它旋转角度会超过 就超过二拍这样子 那所以整个轨迹就绕得很长 那我们刚刚说过 我们希望它的轨迹是越简单越好 那长的轨迹看起来就不是很好 所以这样做呢 好像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你的三角形在里面会变得太 变得太复杂 变换的过程太复杂 一直在那边转圈圈 那简单的解决方法 你可能就是把旋转角度把它剪掉二拍 因为你没有必要 你只是要找到那个目的地 但是你不用多转那么多圈 所以如果你剪掉二拍的话呢 过程就会变得像这样子 但是你去看它的路径呢 它路径其实变得很不单纯 就是会有这种螺旋状 那这个也不符合我们刚刚说的 你希望它轨迹越简单越好 那看到最后一种的话就是 用我们刚刚说的 另外一种组合方式 前面是旋转 后面是做那个scale加shear 那这样的轨迹呢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跟直线还是蛮像 跟上面这个很像 但是它还是有适当的旋转 所以它那个 它的端点的变化不会这么直线 那因为是走圆弧形 所以你的整个形状 就会比较不会立刻拉成长的 而是慢慢地保持它原本的这种 形状 所以折中的做法就是 你用这样做法的话呢 可以具备前面这些的优点 那看到的效果就会像这样 那实际上怎么做 因为你有前面是旋转矩阵 所以你把那个角度呢 就依照你要 你要内插出多少分 你就把它等分 然后随着时间呢 慢慢转那个角度 所以假设最后是转45度的话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就每次转4.5度就好了 那转了10次之后 就转到目的地 然后Scale加Share这里是一样 你就用一个 用I Identity Matrix 跟这个S 因为你知道S呢 是一个这样的矩阵 它描述的一种放大 然后跟那个挤压 的这样的转换 那你用时间去做内插的话 把这两个矩阵内插出来 那就是你这边要做的转换 所以凑出来的这个A呢 得到的效果就会像这样子 那这是它最后采用的方法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应该知道说 你可以把某个三角形呢 转到另外一个目的地 然后中间过程随着时间变化 它还该怎么转 你都可以算出来 这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 就是每一个时间的AT 你都可以算出来 因为你有起点的三角形的坐标 跟中点的三角形坐标 然后依照刚才的分解 你可以算出中间任何一个时间点T 那个三角形的坐标 应该在哪里 那这个坐标转换呢 你从这边过去 跟从那边回来 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一个三角形来说 就没问题 那解那个转换的话 我们上次已经看过 就是解那个Affian Transformation 你其实只要列出这样的矩阵 所以这个是对应点P点 P的对应点 然后有这边有Q的对应点 所以有P跟Q的话 你就可以把那所有的 转换的系数把它解出来 包含那些旋转矩阵 应该说前面乘上的2乘2矩阵 外加后面的Translation的矩阵 合在一起之后 这六个参数都可以解出来 那解出来之后 就再用我们刚刚说的 就解出来那六个参数就有A 然后你分解完之后 你就可以把每一个时间点 它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都解出来 那 ALab在哪里 所以 跑一下会像这样 我们刚刚 头影片过程中间都有看到那些程式嘛 通通合在一起的话 跑出来就会像这样 所以假设我的起点是蓝色的 中点是红色 我想要从蓝色变成红色的 然后依照刚才那个分解方式的话 它旋转的过程中 就会是这样的变化 那每一个步骤就是 这个程式嘛 我等一下再上传上去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 反正每个步骤就是按照头影片里面讲的步骤 你会去解出来最终的那个A是什么 然后再来是把它分解 分解完之后呢 所以这边就在做分解 分解完之后再来就是 依照你要的时间 去把角度呢 带进这个时间 慢慢的去转它 然后还有那个 S那个橘色也是一样 去算这个 1-T乘上I 跟T乘上S 然后 这样凑出来的这个AT呢 就是某个时间点T的时候 它的转换 然后我们就把P这个点呢 依照这个转换码转进去 然后就会看到过程中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 很简单的把它的一个想法 把它实现出来就是像这样子 那会转一个三角形之后 再来我们要把这个方法套用到整个 整个三角化的结果 所以你其实是有一堆三角形 要把它转到另外一堆三角形的位置 那这样子 所以现在的问题好像不是原来那么单纯 因为每个三角形它其实是共用 就是某一些端点是共用的 跟另外一个三角形会有某些端点是一样的 那你怎么去解决这冲突 就是到底什么是designed 什么是actual transformation 这边我这边写的是跟它颠倒的 因为目标是这样子 就是我希望知道说 因为我全部的那个点就是n个点 然后它们构成了很多三角形 所以这里的表示法是 以三角形当作主体来看的话 每个三角形你可以有ijk 这样的index去描述它 ijk就是它的n个对应点的 每一个点的那个编号 所以我只要知道三个点的话 我就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 这三角形呢 对应的三个顶点做表示这样子 然后对于这三角形来说呢 我要把p这三角形变成q这三角形 那但是我们真正要的是要知道说 每一个点到底跑去哪里 所以你其实有的只有n个点的坐标 在t时间点的坐标 所以ve呢就是编号e的那个点 它在t时间点的时候呢 它的坐标是多少 那一直到n个点 所以这个东西 它们里面再去取出那个可能 它们如果刚好是在三角形的 三个短点上面的话 可能比如e然后跟n跟n减1 刚好是构成一个三角形 它们可能就会出现在 它们的index就会出现在这个p 某个p上面 这边就有p 这个i是1然后j是n 然后k是n减1 比如说像这样子 那所以你其实会有一个期望的 你希望的这个转换 是be这样的转换关系 它是怎么解出来的 就是靠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知道每个三角形都应该怎么转 然后在每个时间点都可以转出来 所以对于ijk这三个点呢 构成那个三角形呢 它可以它希望有个b这样的转换 那但是呢你实际上 真正那些点到底跑到什么位置 然后真正的位置呢 它的转换式却是a 所以我们应该是去minimize a跟b的差异 就是你真正能够动的只有n个点 但是你所形成的三角形 就是那些n个点构成的一堆三角形 那那些三角形的转换是b这边告诉他的 你应该要 这个三角形应该怎么转 另外一个三角形怎么转 那但是你真正的坐标 那n个坐标点呢 它们构成的三角形 必须在互相之间牵制底下 然后算出来的这个 实际上的转换是什么 那这个当然是 差异是越小越好 才会让你最后转到的结果 跟你期望它转的是一样的 所以你的最佳化问题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想象 这样的最佳化问题里面呢 你最后的互相限制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 就是假设说我最后要解的是 在某个t时间点呢 那n个点坐标到底是 到底是在哪里 那这n个点呢 就会因为b的关系 它是你 它是你对于每一个三角形的想象中 它希望 你希望它转成什么样子 它都有一个期待的 预期的这个坐标 那它就会跟 所以假设说有一个三角形 有一个端点 这个端点 它是 它属于这三个三角形 应该说它是 被这三个三角形分享 那这个三角形呢 可能叫它要转到某个点 另外一个三角形 叫它转到某个点 然后第三个可能叫它转到这边 所以它一个人不可能分身 分到这里来 那它会 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最佳化式子 你会希望说 这样的差异是越小越好的 所以你最后得到的 一堆关系式呢 你其实是希望 去描述说 对于每个点来说 每个u来说 跟它发生关系的这些三角形 它会提供一些限制的条件 那你要尽量去满足它 所以你会有一堆等式 对于这个三角形来说 它这个点呢 会出现在它等式里面 对于另外一个三角形 它也会出现在等式里面 所以 最后你在解的问题 假设你把这样的最佳化为分之后 你其实就在解这样的问题 这是每一个点 它的坐标该在哪里 所以总共有n个点 应该是说 n-1个点 扣掉那个 你要固定有一个点 当做基准点这样 然后 它会去跟 某一些三角形发生关系 然后会告诉它说 你应该 符合什么样的条件的式子 所以 这里 最后就会解一个 这样子很大的这个线性系统 然后把 你知道用 用这个MATLAB里面 这反斜线你就可以把 v解出来 到底每个点要在哪里 然后它会 它就会尽量去符合 这边 误差平方越小 越好 这样的条件 然后 这个矩阵呢 应该 想象起来应该也是 西数的矩阵 因为 你就要看每个端点的坐标 出现在 多少个三角形 限制的关系式底下 只有在那些地方 才会有 非0的值 其他地方应该都跟它无关 所以 就 用这样的 最后就是变成解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变得很单纯 那你就可以把v 在时间点t呢 就每一个 n个点的每一个位 坐标把它解出来 所以 变形的过程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那你可以加 我们如果 如果它 让它变成对称的话呢 就要加入这限制的条件 就是 你要两个方向都去考虑 因为 因为 因为当你只看了一个三角形的时候 那个 对称的性质是没问题的 它本来就是从这边转到那里 跟另外一边转过来都一样 可是你现在解的是 考虑全部的点 互相之间 千字底下的最佳化 那你如果还要它对称的话 你就要把这个对称的两个式子 两个方向的这个对称关系 都把它合并起来 所以你的最佳化的式子呢 可能就要考虑这两个方向都要 所以是从0到t跟从1-t到 从1到1-t 那 因为你混合在一起考虑了 所以 最后解出来的 Vt呢 就是 就是 就是唯一的 因为你不是只有考虑它而已 考虑这个式子的话 你会解除一组Vt 考虑它的话 解除另外一组Vt 现在两个合并在一起 就是在 这两个条件都尽量满足的情况下呢 你得到的这个 最后的Vt的位置 所以 它可以做出像这样的效果 把形状呢 这些三角化之后 然后你 中间的形状得到的 那每个三角形再去做一些内插 就可以混合出它 那个 它的 影像的这个材质 所以看起来就会变得很有趣 那延伸的话就有一些像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 你可以 你可以改变照片的这个比例 但是 一些比较重要的区域呢 你不要去动它 可能要保持它的形状 那或者是说 你要修正这个人的 五官的位置 然后让它变得 看起来比较 比较有吸引力一点 那可能把它变得更对称 或是变得更像training data 某一些 比较标准的脸 然后可能 那个比例会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 调完之后你可以 把内部去做那些挖瓶 做那些morphing 就可以得到新的长相 这样 整形前整形后的长相 然后还有 其他的应用 像是 你可以 做一些这种 给小孩子玩的这种动画 然后去操作那个形状的变形 然后它可以 尽量保持它的这种 钢体的性质 那 这边有 这demo应该是 不见得在每个browser都可以run 但是你可以看它 这个demo的影片 也是蛮有趣的 再来这里 他们已经把它做成一个软体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这个 里面示范的那个操作 所以它有 它可以很快的呢 快速的画出一个 现在没有连网路 它可以快速的画 画出一个卡通图案 然后可以让它走动这样子 让它走的那个 让它走动的这个姿势 就是用 用希望它尽量维持它的这种 形状的这个 钢体的性质 那这个是 蛮有趣的应用 然后 这我们刚刚看过了 就是你可以做更 没有限制 更有弹性的这种变形 那这个对应的 对 这种例子底下 你要找对应点呢 就不是说 你去人去点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正在用影像的相似度 去找对应点 那还有一些应用像是 这个 这篇论文的话呢 它是哪一部电影的名称 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叫做 中文叫做变脑 就是 约翰库萨克他 他可以看到那个 另外这位 他会常常演反派的这个 明星这个 那个约翰 什么 麦克维奇 马克维奇 他的这个 他的 他看到的世界 所以就像虚拟实境一样 只是 你的虚拟实境是另外一个人眼睛 所以 他去体验到 另外一个人的 这个 看到的东西 可以感受到的东西 那他们这篇论文就是用这样的概念 就是 他拿一段影片呢 然后去把他脸的这些变化 表情变化 把它算出来之后呢 可以靠他的脸去控制 控制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人的脸 所以 当他讲话 然后有什么笑容 或是表情变化的时候呢 这边这里也会跟着变 所以好像是用你的表情去控制另外一个玩偶 那这个是 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例子 然后 要做到的事情就是 你要能够把这些脸的这个 对应点要能够找出来 然后能够套用到新的脸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要就是 怎么样去找到 照片跟照片之间的 对应关系的那个转换 要怎么做 然后怎么把真的影像内容把它转换过去 那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相关的 相关的论文啊 相关的方法 对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里去查一下 那但是至少基本的这些转换的形式 要有一些概念 这样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